接下來方中老師要介紹中位數 中位數也是分成離散型跟連續型 那麼離散型跟剛才一樣 就是有明確的這個數字都已經知道了 x1到xn 那如果它是基數格的話 這個n總共有基數格 比如說五個 比如說剛才有什麼 3、5、8、10、13 對不對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中位數其實就是中間這個數 那第一步要先做什麼 先排序 第一步不要忘記要先排序 排大小 先排完大小以後 再來找中間這個就是你的中位數 那如果是基數格 比如說這有五個 n等於5 那是第幾個是中位數呢 第三個就是 n先加1再數2 可以嗎 n加1除2 這個就是第一 比如反正中間那一個 你如果忘記 你就自己先舉個例子 自己就知道要不要先加1 那如果是偶數格呢 比如說它沒有13 它只有3、5、8、10 那請問排完大小 我中位數在第幾個 中間裏 沒有中間 沒有中間的時候 就是中間的旁邊這兩個 相加除以2 或者說 叫做群他們的算數平均 所以 這裡總共有4個 n等於4的時候 那是第幾個呢 第2分第3 也就是 第2分之4 2分之n 還有2分之n再加1 這麼多個 所以 第2分之n 還有2分之n加1 這麼多個 這兩個相加除以2 這個是它的中位數 再來 如果加選型 一樣就是說 它可能有3 有3個 然後5 有2個 例如這樣子的話 那你還是一樣 就是這個3個 這個是2個 這個加起來 如果是奇數的話 按照排序 那這個就是d 如果奇數的 就是2分之n加1 那在這邊 5加1就是3 所以第三個 就說 這邊來第三個就是3 那答案就是3 中位數就是3 那如果是 你是 偶數個 偶數個 那這邊 兩個這邊兩個 加起來是4個的話 那一樣 就是 它當然不會 它通常會寫3 然後加選數2 5加選數2 就是這加選數加起來 是偶數的話 加選數加起來是偶數的話 那你就是 這加選數 如果是偶數 就用剛剛的這個 找中間兩個 那你就從小排到大 那n等於4的話 n等於4的話 那就除以2 就是第2跟第3 第2跟第3 就是這個 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所以3跟5 相較除以2 就是你種位數 好 再來看連續型 連續型要更別注意 就是說它可能 比如說10分到30分5個 然後這個 你說像這樣 問你說 中位數 到底是哪一個 好 那 中位數是這樣 就是說 好 看這裡 1234 這四個的中間 在這裡 但是如果是一個直尺 或者一段 直的長度 這裡0到4 這裡是4公分的話 請問中間在哪裡 中間對折 在哪裡 在2的地方 並不是在2.5 連續型的時候 如果n等於4 中間就在2分之n 大家瞭解嗎 中間就在2分之n 不管你是n等於基數還是偶數 就是2分之n 那這個離扇型的4個的時候 中間 要這兩個相加除以2 但是 以連續型 這個就是中間 就是直接除以2 直接除以2就好 所以以剛才這個來講的話 你說這個加起來是8再加12等於30 30 這30的話 如果這個加起來 這個個數 這些 個數 次數加起來 如果是 次數和 n呢 次數和是很n 那就是d n除以2 d 這個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中位數 但是你不要忘記 這是要從小才到大 那 譬如說以這個為例 剛才說這個n總共加起來是30 所以你的中位數是d 第15個 第15大的數 第15大的數 到底在哪裡 第15大的數 就要注意看 在這邊的話 5個 這邊8個 所以加到這個50的時候 其實是總共第13大的數 第13大的數是50 再加上10加進去是23個 第23大的數是70 那我們要用這兩個數來求第15大的數 好 這個地方要處理一下 我把這些 需要 這個都擦掉 這個都擦掉 這個我先擦掉 先擦掉 這邊 這邊就變成了 第13大 4等於50 第23大的數是50 第23大的數是50 那我們題目是要求第15大的數 這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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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畫出來是像這樣 這是 第 這是50 然後這裡是13 然後這裡是23 然後這裡是23 然後這是70 然後問你說如果這裡是15的時候 這個高度是15的話 請問這個x 那這個其實在我們以前的線性內差法 就有學過 它是在線性的內差的地方 那如果你還記得怎麼算的話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 這個x就會等 x0 50 去加上 它 所得到的這個比例 這比例呢 15減掉13是2 23 減掉 這個23減掉13 那是10 所以這裡是佔了 10分之2 10分之2呢 佔了全部的 70減50 就是20 那這樣子 算起來就是 就是 4 大概就是54 大概就是54 這個 利用以前的線性內差法一塊 你說老師我線性內差法我忘了 忘了 第一個回去可以直接看 或者這邊 我們就直接把它列絲給你 就是說 你這裡會有形成 這個x 這裡會形成兩個相似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跟大 那這兩個會相似 那你很簡單就把它列示出來就好 就是說 這一段水平的 以上高 會等於大的水平 以上高 這段水平呢就是x減50 以上大的高呢就是15減掉43 它會等於 這大的呢是70減50 然後這大的高 這個大的高是23減掉13 這個只有一個位置數 你當然可以求x 那求出來的方法就是這樣 都最快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介紹到這裡 我們來吧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